好了,这条影片就要讲一下在英国买了一层楼出租 怎样找一个好的租务管理 租务管理的意思是帮你letting and management letting就是出租的,就像香港那样出租了 那边也流行管理的 因为地方大,就是management,帮你管租客和代收租的服务 我们也会讲这句话的 买楼容易,但是管理能,这句是真的 因为买楼真的很容易,你最后买到是好啊不好啊 你立刻知道的,不好就不买,我买到好的就买 但是管理好不好呢,是日后这么多个月的事 你这一刻是不知道的 所以怎样去找一个好的租务管理呢? 那就去简说一下 也都讲这些这么多个点 但是最紧要都是这个点 还有最后我会讲一些租务管理的 就是经常种服的位置,我先拆解一下 好了,那这些普通的点先讲一下 你讲选的那间的letting agent mansion 一定要是受监管的 起码你在他的网站看到有这几个的logo 还有就是client money protection,cpm 就是你的钱是受到保障的 譬如你收租也好,什么都好 等下你收拾了一粒,那我的租怎样啊 起码有这几个,随便一个 你会看到,你问一下他是不是? 如果不是,那就不要找了 因为这些是最basic的 有都不代表他是好的 但是没有就一定是他们不是做这些行的 好了,第二,就是你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做生意的 其实这个很容易看的,还有business term,明码实价 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那样 譬如这一间和这一间 那他我们怎样找呢? 其实都是你在google map那里 在你那个区买了一间 你不是查letting agent 那有五、六、七、八间走出来的 但是哪一间好,你真的不知道的 好了,那明码实价,你看一下 那我说有很多service 会包括一些什么呢? credit check,cline money protection 这些什么东西 但是没有价钱的 当然,你打到他可能会有 但是最好其实他在那个web site那里 已经明码实价写了 full management start up 就是帮你出租 就432 接着之后呢 就letting and rent connection 就多少多少 那他最好就在他的web site那里写了 因为这些真的明码实价 如果他传PDF出来的那些给你 可以是传给你一个 传给第二个是一个不同的 OK,看到这些就叫做有信心了 好了,明码实价之后 就是你要看一下他会不会帮你卖广告的 有一些是不帮你卖广告的 纯粹在他自己的database 或者在他的地铺 好像香港那样挂过广告出来 但是这样其实租得很慢的 一定其实在那边是网上的广告你要做了 好了,起码你租楼出去 你告诉我 你帮我下广告 而我是在right move 会见得回自己的广告 他说会帮你做这一样东西 你才会帮他 要不然他连广告都不帮你下 都不知道怎么帮人出租了 接着就是这些仔细位的优势 什么意思呢? 第一就是他拍的照片是否漂亮 第二就是他会不会帮你做after hours period 因为那边很多人都真的上班 放工或者是星期日才去看楼 如果他的working hour就是9至5 星期六都做半周 星期日不开工 那看楼的人怎么看? 他在网上看到他的广告 我想晚上8点半看楼 但你已经关了 所以你最好找一些 你问他有没有after hours period的服务 有,这些是仔细位 是会更加令你房子租得出去快很多 好了,照片是否漂亮呢? 例如好像这个 出租 那叫做OK的照片挺漂亮的 但有一些呢 就像这些这样 虽然房子也很影响照片是否漂亮 但是你不漂亮的房子 或者怎么也好 好像这个这样 那些灯光是这样的 你拉开窗帘 其实会帮你房子拍得好很多 或者打一点点灯 所以拍得漂亮不漂亮呢? 都很吸引任何人很快地租 好了,接着就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 credit check the tenant 他会对租客有进绩调查 是给钱的进绩调查 不是随便问他 喂,你有没有上班的? 给张卡片来吧 香港就是这样的 但那边就不是的 那边呢 是要做一个credit check the tenant Tenit referencing 或者叫做 真的那个租务管理的人 他会帮你去给钱 当然那个费用你给了 最后你给他的费用里面 他里面就会拿少钱作为成本 去做一些credit check 看他租客有没有不交租纪录 水电池 电话 寬贫 credit card有没有不交过 有的话 其实会看到的 而且看到 你就不要租给这些人 就算他说 他没有不交租纪录 但是他有不交水电池的纪录 或者电话 寬贫 都不要租给他 总之租给一个清清白白 总之A grade 全部东西都 approve的 那你就遇到租霸的机会 或者不要说租霸 一些断断续续不交租的客人 的机会就很少了 OK 那你那个租管 是会帮你去用钱做这个credit check OK 所以这些是门面的东西 做足了这些都不代表你的租务管理会很顺畅 你的房子一定会升值的 但是租金那里呢 就会有一些租务管理的中伏位 那拆解一下是什么 就是你把那一层楼出去收租的时候 那时候 一个几个月就会有这个 Hello 业主 有东西坏 要付钱做 那公司就会说 你租客什么什么 要求要做 不做他们就不开心 顺滩的就会做 五六十磅做归了 但是有些审慎 就会拍片拍照给我看 你看到门坏了 你看到这个大概不贵的八十磅 加上人工钱可能九十磅 那就是九九水港币了 这些看到真的坏的 那就是净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什么 他们进阶就会做这些 喂 那个热水 不是那个热水 不是那个热水 那个热水 那个客人说不着 那你又叫他拍片看 他不着 你是看不到的 难道你拿个温度计去量 他 你看他真的不着 原来不热 那这些东西 那租客又凑死了 你快点弄了 那这个东西要100磅 连上人工可能125磅 那你弄不弄 又不是很贵 但是又会有这些东西 你又不知道真还是假 这些看不到的东西 那其实就会有很多 这些伎俩 那遇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 其实你就最重要有这个绝招了 其实是什么呢 解说一下 我们的绝招就是 我们一起 每人买自己一层口 但是我们全部人 都会给Agent A 和Agent B 去管我们的层口 Agent A 规模比较多些 但是都会有Agent B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可能是每人 一间半间 有些人多些 可能都是三四间 但是综合了一起的话 就成为了他们的大客户了 那好了 那也都会知道 我们整个社群的WhatsApp Group 是通的 就是他得罪我们 或者玩东西 用刚才那些伎俩的 我们很快就看得到 他的模式 他也都知道 我也都告诉他 你这些东西 我们很容易看得出 如果你又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会怎么样 勉弃玩东西 中止合约 集体搬迁 A玩东西 B玩东西 你不用做了 搬到A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其他上游下游的生意 全部中止合作 就是什么意思 他们做租务管理 赚的钱其实不多 够叫做 命听到那些 staff 和赚少钱 但是上下游就多了 什么意思 上下游就是帮你去 买层楼的佣金 或者下游 帮你去装修 或者卖了层楼 Exit层楼的生意 其实那些 是挂住在你有Lating 那时候 你帮你做租务管理 帮你做租务管理 帮你一定是找你先的 这些全部没完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客人 在上面 你给了多少上游下游的生意 他按住你搶 最多你就走 你都是走一个半个 你都只有一间屋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当然了 我会和我们那些同学们说 你虽然是找人 去帮你管理客人 但是你都拿了个租客 直接WhatsApp 电话先 有空和他聊聊 问一下租得不好 住得不好 从而也都要有一个其他 叫做Handyman 随时就可以入屋认证 比如刚才那个热水路 或者那个Radiator 坏了 我是拍照看不到的 我可以叫Handyman 进去真的查 而也都给这个Lating agent 知道有时 我们不是All the time 但是有时 我们会用Handyman的人 进去真认证 你说的东西 要整个东西 所以最终呢 你是要成为 他们这个Lating agent 的大客 你就不会给他 他就去挖钱了 否则呢 他好不好啊 挖不挖钱啊 那些呢 你是作为他一个客 半个客人 是真的听天由命了 OK 你作为大客 十间八间屋去看的话 就算他玩东西 你很容易看得到他的pattern 这间屋又是这样 那间屋又是这样 是不是这么巧 你会看得出的 所以我们英国业主会 那些同学 我们都group 给一两个人去管 那你说 那些人知不知道 我们会不会看到 他们的pattern 当然了 他就不会用这些pattern 在我们身上 因为他知道一走 就会整个大客人走 上下游生意都会没了 那他在我们Lating上面 赚些少合理的 10% management fee 就OK了 但是再好似其他 那些Lating agent 那有机会 不是说全部 但是有机会用 刚才那些伎俩呢 我就不用他了 OK 那有兴趣 可以过来我们的zoom class 听我们多些 关于英国买楼的资讯 在下面有点lin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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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